昨天限定持10抽出了纳西达97人 武器持20抽出了千叶浮梦祭礼残章 以及两把西伏斯的月光 常驻单抽出了绝闲 人物方面 草神升到了59级 圣衣物是四草套 97人升到了60级 圣衣物是精通散剑 西伏斯的月光升到了60级 千叶浮梦升到了20级 每天三小时 林克深渊挑战 第39天冒险开始 昨天视频已经规划好深渊配对 今天目标就是培养角色 还有将鱼获精炼 首先我们打个一技之蛇 打完还差三个材料 那就先做每日任务 打破木桩最好的方法是超赞 然后我们再来陈哥湖 合成家具升级等件 中途发现有新活动 接下任务我们等下再打 继续刷取一技之蛇 突破97人 等级拉到70级 接着我们再剪剥狗粮 剪完我们升级圣衣物 四次挑羽毛 直接拉到15 两手爆伤 一手精通 再给它升到16 来个防御直接停手 接着是花 直接给它拉到14 23精通 是一手都没加 再赌到16 一手生命值 我们先缓一缓 刷取一技之蛇试试伤害 现在一颗种子快12000 伤害是接近一个月的点秋香了 接着我们继续升级圣衣物 精通头直接拉到12 一手生命值还算可以 然后是杯子 这里直接拉满 搞定这些 我们来参加活动 奖励有90元时 刷取一技之蛇 再试试伤害 现在一颗种子伤害 12898 不得不感叹种们的强大 两天的练度 直接紧逼一个月的点秋香 跟着我们给巴巴拉 换上教官套 深渊十层补星走起 队伍方面 我们调整一下 上半九七忍草神 风主巴巴拉 下半飞谢尔 班尼特 香灵 行秋 十层第三间上半非常轻松 8分50秒完成突破 下半点秋香依旧强度在线 7分14秒完成突破 十层第三间已满星 打完深渊 我们捡个特产 小草神的扫码付款 确实给力 再来我们钓个鱼 今天就算雷神来了 也拦不住我钓鱼 搞定我们兑换材料 鱼获精炼5接 还有57体力 我们再刷一次一技之蛇 九七忍突破 然后直升80级 顺便再捡个草神特产 捡完回满20体力 我们再刷个草本 出货只有一个十斤攻击头 那就继续捡特产去吧 OK 三小时已到 阿伟请下机 做个第三十九天的小节 深渊十层已满星 新活动第一天已完成 陈歌湖还在四级 人物方面 鱼获精炼到五接 九七忍升到了八十级 元素精通升到了六百九 现在一颗种子伤害是 一万两千八百九十八 今天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